今天請來的兩位嘉賓 熟悉本地球圈的人士 一定不會陌生 蝦子孖寶、林家衛和陸君儀 你們好 你好 我騎車邊都跟你們差不多年紀 我們那一代很多踢職業足球的 都是屋邨仔踢街球出身 你們兩位又是否呢 君儀先說一下 我其實都是屋邨長大的 當時都是跟著爸爸在街場 在籃球場上踢球 我爸爸也會帶我有時去報 那些永生雙標杯 八百半杯 他們給我踢 那時都很小 跟著一班小朋友 同年紀一切去踢 那之後就有個朋友仔 就被體院上息了 叫他去體院接受一些 正規的足球訓練 跟著他問我 你去不去 不如一起去 跟著開始了 在體院那幾年的 正規足球訓練 家衛是否怎樣入行 你自己有 那我自己都是屋邨出身 因為我爸爸小時候 很小時候已經帶我下去 拿球去踢 然後屋邨又會認識很多朋友 其中一個住在樓上的 他本身是踢西貢青年軍 剛巧他教練就說 你有否有潛質的小朋友 可以帶來踢球 然後他就叫我去試 那我就說 都很好去試一下 去感受一下 當初去那時 其實都是打算去試一下 因為不知道 青年軍職業的水平去到哪裏 但是既然有機會 就去試一下 就跟著他去 我出道的時候 是踢西貢青年軍 那時去踢街球 家人都會擔心很容易學壞 會不會 都不會 因為小時候很多人都住在旁邊 有時候除了在球場踢球之外 左左面都是認識 對 在屋邨你知道很多朋友都認識 其實都不會太擔心 由以前舊底流浪和青年軍 到一隊 然後現在是潔志 有否計算過你們兩個兄弟 合作了多久 都十幾年 因為在青年軍 在流浪 去到潔志 其實跟他合作了很多場比賽 真的十七年 差不多十七年 可能比你們的伴侶還要 還要多久 但是你們兄弟兵 平時除了足球之外 會談些甚麼 還是圍繞足球 還是圍繞足球 也有大家聊聊 自己在家 其實我們也有共同興趣 大家也會聊聊 例如呢?有甚麼興趣 打遊戲機 打遊戲機 有時候去家裡 有兩個小朋友 我也是去兩個小朋友的企業 所以經常會跟大家聊聊 不打遊戲機 是否打速球 是否打Fever 還是打其他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因為我們球會有很多 一些出道的球員 可能會合在一起打網絡 網絡 或者槍遊戲 甚麼都有 一起合了十七年 坦白說 關係不用說了 很多未來眼淚 知道大家想甚麼 有否試過吵架呢? 兩個 也有 但我跟他不算很多 我跟他也十幾年 其實大家的性格都很清楚 可能是人格人緣 其實我跟他 大家都是很直接 感情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很直接去說 其實也知道 有時候可能 說的時候 可能直接了 會令大家不開心 但到最後一刻 大家都知道會懂得停 我跟他的感情一直建立 之後這樣問 就有點嘻嘻 但我想問 你們眼中的對方又是怎樣 眼中的家偉 其實他跟球場是兩個人 在球場上 他是一個比較沉著應戰的球員 而且他是很… 你是意想不到的球員 好像有很多變化 或是你真的想不到他 但在二宅生活中 他可能太熟悉了 很多事情都被我捉了 他也很直接 即是說話等等 我們溝通等等 他也很少聽到他這樣說自己 是啊 他平時有很多話說 他是一個很感染到周圍 身邊人的一個隊長 他平時在球場上有很多鼓勵 有很多提場 其實他在足球上是一個做隊長 是很適合的人算 球場外 他是一個很兄弟 都是一句 你想怎樣 他不用說 只會有意不容處幫你 而且他也很顧家 他很喜歡他的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他 即是我跟他的性格 有少少一粒一突 即是他就很… 很推廣 很健談 我就平時比較低調 少出聲 所以可能是這麼多年 我們都比較合得來的原因 先君儀提過 即是入行的時候 就through體院 但是我們知道 你們兩個 入行的初期 都試過遇上 即是體院剔除這個足球項目 也都試過 即是港甲的時候 就處於這個冰河時期 對比現在的港超聯 你覺得兩者的分別在哪裡 現在的港超聯 你看到很多球迷入場 也有很多新的球員 或是很世界級的球員 來到本利的聯賽 令到那個氣氛 那個競爭性是大了很多 以前來說 你真的踢球的時候 你真是寶寶可蘇 是球場有多少個球迷看你 那個感覺是很冷清 但是現在的氣氛 真是令到你很想去拼盡 很想去表演給所有球迷看 你是 我是一個足球員 很想表演給大家看我的實力 家偉 遇過最差的情況 以前又是怎樣 現在 譬如球迷在場邊叫你 你又聽到嗎 最差當然是 剛剛出道沒多久 記得當時只有七隊球隊 可能有時候入場 人數一場球 可能一百人 幾十人左右 變成一場正式的比賽 好像變成一場閉門作賽 變成氣氛不好 球員相對可能比較難投入 當時的確球市環境不好 相比現在其實看到有很多球隊 有很多不同的宣傳 好像坤兒說有很多球星來 相對現在比以前 在整個球市環境來說 氣氛相差很遠 說起球星 之前幾年 羅傑誠先生引入了不羈族合 不特羈市民 在香港也引起熱潮 今年踏入2018年 潔志也引入了科蘭 這個前世界盃社手 雖然你們的武俠 不是很久 可能是幾個星期的時間 但剛剛接觸的時候 你們覺得這位球星 踢花上面 以及高雲技術是怎樣 當然他是一個很有級數的球員 他無論控球、傳球、射球 其實已經很快 已經告訴我們 他是一個去到哪個級數的球員 尤其是我很欣賞他的射術 他是一個在一些很窄範圍 以及很快就可以出腳的球員 他準備動作 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 而且他是一個很喜歡跟隊友配合的球員 所以我覺得他來到幫到我們球隊 因為他有經驗 而且始終他埋門的觸覺是強的 幫到我們在進攻線上有不同的變化 正如朱才所說 以前看電視 例如看馬鈴、烏拉龜 看到他踢球 有沒有想過 君儀有沒有想過 可以有一天 跟他同場一齊並肩作戰 這個我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你看到他是一個很世界級球員 你永遠都在電視上見到他 沒有可能在親身可以感受到 也當隊友 這是一個很難的機會 但是他來到 證明了他有一定的實力 可以令我們走得更遠 他去過很多不同的球隊 也看過很多經驗 一定很豐富 我相信我們今年的咬罐之旅 應該很有機會拿到很好的成績 講到那麼多援匠 無論是普通外援也好 球星也好 一直以來在杰志 可能你們某些情況下 都要遷就後位置 可能君儀由中場一邊踢到落閘 家衛主要都是踢中場 但有時都會放在左腳左的位置 你們自己覺得自己最擅長的位置是怎樣 還有如果要被安排 無論是港隊也好 球會也好 要被編在另外一些位置去遷就球隊 你們會否自己會有hard feeling 還是怎樣 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hard feeling 因為始終都知道和明白 世界的足球其實一直在變 從以前可能比較著重的技術 現在就有很多戰術 都知道足球其實不停不停 每一年都在變 我自己當然最擅長是踢中場 一直都是做分球 孔正節奏的角色 在香港隊也試過不同位置 Kim Sir也試過安排我 踢一個墮後的中場 好像派露的角色 在球會近年 因為都轉了踢三地三 我自己也試過在墮後前鋒 前鋒後面比較自由的位置 其實做的工作其實差不多 但的確要時間 始終位置上不同 有時走的位置也不同 以前主要在中場多些做分球 現在有時都需要後上殺 他去入球 但自己也很樂意 很享受接觸這些挑戰 君兒覺得有點像詹士米娜那種 由中場一直踢到下閘 自己用了多久去適應這個位置呢 都有一段時間要適應 因為之前是打中場的 再去右閘或右翼 是有點陌生的 因為位置不同 做的事也不同 因為中場背著很多球員去踢球 如果你在邊的時候 背著是沒有人 所以是兩件事 但當時也問過很多前輩 右邊是怎樣踢 右閘是怎樣踢 亦有很多前輩都給過很多經驗 加上球隊又有加位 在他身上我也學到 有些東西可以改變 在閘位踢 這是好事 因為足球真的不斷進步 不要說你踢甚麼位置 最重要是基本功做得好的時候 你去到甚麼位置都可以做得好 投放開球會 港隊都試過不同的位置 過去幾年 金刊君先生都帶給你們 香港隊很多回憶 雖然現在去了南韓 擔任顧問 但你們覺得 金刊君先生帶給你們 以及帶給港隊 當然是紀律 因為他是一個很著重紀律的教練 即是南韓人那種 是的… 他的紀律和鬥心 每一場他都開球前 他都比較激勵 很激動 希望令到我們盡快去 進入賠償比賽的狀態 是的 我自己個人很感謝他 因為剛才過了世界杯外圍賽 他非常重用我 很信任讓我發揮 尤其是世界杯外圍賽的氣氛 我自己踢香港隊那麼多年 氣氛、環境、球迷支持都是最好的 我自己都很感謝他這麼信任 安排在中場 我頭六場都是踢整選 其實是相當難得 自己覺得他帶給香港 其實是很多… 他改變香港隊 變成一支心理質素很強的球隊 君兒呢 披起港隊戰衣和球會 可能國際上很多球會和國家隊 會互相欠人 經常都會發生 但是對於你來說 披起香港隊戰衣和球會的戰衣 分別在哪裡? 披起球隊的戰衣 代表你要為一間球會去博盡 其實不要說你穿什麼衣服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運動員 或者作為一個球員 都需要有一個職業的態度 當然你… 譬如香港隊的球衣 你是代表全香港的球迷 亦都感受到全香港的球迷 給你的支持和動力 你是一定要做得更好 才可以代表這個香港隊 如果你在球會 可能有時候你踢得不好 可能一兩場沒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你在香港隊 踢得不好一場 其實會影響全香港的球迷 或者全香港的球員 但踢港隊會不會很難得利 可以描述不同球會的球迷 可以支持同一隊球 你們能否感受到? 我感受到全香港的球迷很團結 因為不論你贏輸也好 就是那個心態,一起唱歌 一起去打仗 那個心態是… 你是感覺到… 我的心有一點拿著拿著 他一喊你的時候 你真的代表… 這個真的代表香港隊 不是好像以前… 幾年前你出去的時候 好像永遠都是作客 現在真的感受到主場的氣氛 令你真的加倍、賣力 說完足球 要跟大家說說你們的人生大事 君兒先過郊位幾步 做了爸爸,一女一兒 你現在難不難抽嗎? 不算難抽 因為兒子十個月大了 開始有些反應或者自己有爬 他也… 還有姐姐也會照顧他 好像公仔一樣玩 我都叫做開心 因為看到他們都這麼親密 還有這件事辛苦媽媽 你覺得做一個球會的領袖 和做…現在是一家四口 做一家之主 有沒有一些共通點在這裡 或者有什麼分別在這裡? 分別其實都很相似的 因為你要做一個榜樣給小朋友看 是好還是不好 也在球會的時候 也有些梯隊的青年軍 的小朋友 你也要在球場上做一些榜樣給他們看 我是一個職業球員 你需要做什麼 那些小朋友就會跟著你好像偶像 跟著你去做 回到家裡 你也是好像一個偶像 那樣的爸爸的身分 去灌輸給兒子、女兒 是怎樣做 我覺得這個共通點很相似 有時不小心嚇爆我操 也怕他跟著來說 對嗎? 對, 所以就會控制自己 對, 因為在球場或在家裡 都需要克制自己 譬如真的很生氣 或者很生氣 都可以令自己感到 但不要太怒躁 希望小朋友知道是對還是不對 所以會很有細心 很耐心地跟他們溝通 家維也看著 作為一個乾爺 也看著兩個乾小朋友長大 自己有沒有想著 要快點娶經 追上過嗎? 我自己就隨緣 因為剛結婚沒多久 希望暫時先保持這個生活 其實跟太太都有共識 大家都覺得隨緣 暫時 因為我自己也有養狗 其實也當了他們是子女 因為養狗也頗需要時間 心機 暫時都很享受現在的生活 跟結婚的生活 和拍拖的時候的生活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 因為我和太太都認識了很久 十幾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大家的性格是怎樣 結婚前結婚後 其實生活大致上都差不多 當然啦 當然要對好 其實是但是… 對著鏡頭 對 大家都知道大家的性格 其實都… 大家相處樂 都知道大家需要些什麼 剛才鏡頭以外 都跟你們了解過 就是可能一個星期 有一天比賽 都要練五日球 但都叫做有些私人時間 甚至乎 竊主的時候都有些私人時間 自己在不是接觸足球的時候 你們各自又喜歡做些什麼 我自己就… 因為養狗 始終… 個個轉變很大 因為以前和太太都可能放假 都可能去街 看電影 走街 但現在就變成… 因為正常一個星期 可能第一天假 其實放假都是帶狗去玩 其實… 因為我們都很享受 帶狗出去玩 見到牠們開心 其實我們自己都很享受 君兒呢 我通常都會帶小孩出去玩 因為吸收一下大自然 因為牠們平時可能在學校 或者在家裡會長久一點 所以有時假日我空時 都會帶牠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 或者是出去見識多些 嗯… 但是可能你們練習 或者比賽都已經是 不斷接觸足球 那麼接觸港超 或者本地足球以外 會不會接觸海外的足球 會不會看球 會不會看球 喜歡哪一隊 我會看球的 我喜歡看球 尤其是我喜歡看英超 因為… 英超我節奏快 還有我自己是… 本身是熱刺的球迷 尤其是現在見到熱刺 也很有實力 見到哈利加尼不停打破紀錄 其實… 就是覺得… 希望我自己有一天見到熱刺 真的有機會拿到英超冠軍 君兒呢? 你有沒有看球 我之前有的 就是喜歡看西甲 因為她那個踢法很有勢 因為很多組織令到我… 因為我們… 我們結節之前 是在用西伯瓦的踢法 所以都會去了解 我的踢法是怎樣可以改進 或者可以模仿到西甲球隊的踢法 但現在可能真的 囍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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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可能現在的時間又少一些 那… 私人生活呢 先聊到這裡 即… 即… 去回球會了 未來的目標會擺哪裏呢? 未來的目標嗎 短期內當然是幫球隊爭取多點冠軍 尤其是球隊的目標 希望盡快提升到亞洲一線的水平 其實我們近幾年不斷進步 其實都慢慢慢慢越來越接近 當然我們還是一個 處於可以說亞冠一個學習的水平 但是希望自己一直在結智 其實可以幫到球隊漸快去達到 就是希望可以接近到亞冠一定捱打 可以對一些亞冠水平 頂級水平的球隊都可以組織到進攻 這件事很重要 軍尤會不會開始 都三十幾 會不會開始都要為未來去打算 都會想這件事 因為球員的辛亡都是比較短暫 可能也鋪排在教練方面 現在也開始教下球 希望可以慢慢接上去 或者有一天在結智 即是無得踢的時候 可能幫結智去提升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幫助大隊 希望可以令一群球員可以去進步 可以接到我們的軌 我們這個球員的辛亡 就是可以這樣進發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事 好 希望你們在私人生活也好 甚至乎在球會的生活也好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發光發亮 和你們聊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